ROR LOR 我們還要再講什麼 隱翼殺手 要再講一下 你要不要等到時候 到時候上贏的時候 到時候重贏的時候看完之後再聊 雖然我也看過了啦 但是我覺得看完之後再聊感覺就不一樣 好啊那就等看過以後再聊 我大概看過兩三次 我覺得我看那個終極版應該終極版應該就沒有終極版的 留言板有人在問說那個早有人在問說會不會有4K他一定是4K的 因為我們BD都已經有4K的演藝殺手 他放一種會沒事可以就算他本來是底片 底片拍的他其實應該是有把他弄到4K的那個什麼修復了 那但是其實我覺得到那邊其實也沒有什麼意義啊就是你你掃4K 事實上他就是底片的感覺 他的輪廓是不會銳利到4K那種感覺 他就是那種運開的那種那個因為他是用底片曝光的 特色就是那種炸他的那個 就是那種會有那一顆一顆的然後他的邊緣是用這些光點去組合起來 跟現在數位的那種很銳利的那個邊緣不太一樣 好吧那既然這樣子今天 大俠上海有沒有特別想要聊什麼主題 我看了一下那個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可以講的事情 差不多 感覺一點多就要結束了 沒有啦沒有沒有聊 怎樣 我上次聽那個醋兄在那邊講你的一些準備工作還蠻期待今天 你說你說對啊我想說要上來說 但是竹竹因為他那個什麼臨時有事啊 但是說如果這個禮拜不行了就是下個禮拜 所以是可以聊一下 可以聊一下 竹竹他本來有去看那個什麼 二分之一 的那個什麼 皮克斯那一部片 所以我本來講說他其實也可以 稍微聊一下看那部片的感覺 對啊 不過他沒關係 這個禮拜不行那就下個禮拜 OK的 期待下週 其實沒有什麼好 你們 你們是不是又要找 你們是不是又要找機會在那邊那個啊 因為我 放下 你喜歡主廚我也蠻喜歡的啊 主廚那麼可愛 不要不要讓人家太有壓力 你這樣感覺起來是好幾個怪叔叔 然後在那邊小妹妹 的確 因為我們三個人的年紀 跟我們三個人的確是三個怪叔叔 因為我那天跟他聊的感覺 的意思就是說我其實一直很想要 那個什麼給你一些意見或是幫助你做些什麼 但我其實一直都不敢跟你說什麼 因為很怕就覺得我是個怪人 這樣 就這樣子而已 可是我覺得啦 按照你之前的分析有沒有 因為你也知道他學歷也不錯啊 對啊 然後你再跟 你不要說教人家跟人家分享一些東西 對你有幫助的 用這種講法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畢竟你知道 我其實是覺得 我其實是覺得下個禮拜是不用聊到那麼多 其實只要閒聊就好 你只要讓人家覺得在平常 你只要讓人家覺得在這個環境裡面其實心情很好這樣就好了 對啊 不用太急著要跟他講現實 對啊 這是好吧 既然這樣子的話 我這個模型組不起來 我最近在練習 跟你們邊聊天 然後 邊修身養性把這個東西弄起來 但是幹好痛 我的手好痛 怎麼這麼麻煩啊 蛤 你在哪一隻啊 我在組幾母 沒有我在組幾母 所以你應該組RG喔 沒有我是組 為什麼幾母會有粗鋼盾啊奇怪 沒有我出MG的幾母啊 而且我還上色了 這幾母的盾跟粗鋼盾是一樣的嗎 對啊 幾母就是簡易型鋼彈啊 對他就是他就是簡化過的啊 所以他的盾牌 我都玩主角機所以 你知道我為什麼喜歡組幾母啊 因為他簡單 因為那個什麼像是那個 沒有他真的蠻簡單 因為他是一種把鋼彈 骨架沿用之後 然後那個外殼改變 的一種模型 那你不是一樣嗎 你組的是HG 你組HG還是MG啊 我是組MG 為什麼呢 因為144比1的那個 那也不會太 因為144比1的零件對我來說太小 然後我 我常常 地板小精靈會把他弄不見 就是就是 常常東西就不見了這樣子 那那個什麼 MG本身就不是 也沒有很簡單 因為MG還有股價啊 對啊 但是 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更喜歡幾母的原因 因為 幾母的股價很簡單 我說你組過一次薩克啊 然後我就 我做一次我就放棄了 因為他的這個 MG啊2.3 2.0真的蠻厲害的 他可以做出那種 他做好以後他的動作真的很豐富喔 可以做很多動作 然後五隻手指頭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這樣子每一根都是分開的這樣子 那 可是 對 可是 MG的動力管線真的很痛苦 我就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把他串起來 你知道嗎 哇 我弄完了以後 我再也不要組 我再也不要組 薩克了 吉姆 吉翁系的東西都超麻煩的 你知道 那 反而是用小兵啊 那個什麼 聯邦的聯邦系的小兵 他 靈角分明 我本來就很喜歡靈角分明的機器人 你知道嗎 我曾經有形容過啊 就是那個什麼 像牛缸 我為什麼喜歡牛缸 牛缸 但 感覺起來 就很像鋼彈裡面的藍寶基尼 你知道 就是 他的那個什麼 他的結構感覺起來很很集合 他沒有圓滑的東西 然後就看起來 很六角形的那種感覺 然後他看起來又很粗壯 那是我符合 我覺得一個兵器應該要有的樣貌 所以我喜歡最喜歡兩台鋼彈 一台是 牛缸 另外一台是 Mk2 都是那種 比較粗壯 然後那個什麼 結構簡單的 那我反而不喜歡 像鋼彈這種東西 像鋼彈這種東西 鋼彈啊 然後攻擊自由啊 都讓我覺得他們 很弱不驚風 你知道嗎 自己鋼彈也是一個 我覺得非常弱不驚風的東西 那感覺起來 我曾經有開過一個玩笑啊 自己鋼彈可能 挨不過那個什麼 出鋼的鏈子槌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鋼翅膀 就給他打下去 他可能就閃掉了 因為他裡面內部結果太脆弱 然後還要變身 這種東西的強度 根本不夠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 那個感覺起來 就是非常沒有實戰 的那種 很不適合做實戰 他就是一個 花拳秀腿的東西 對 那反而那個什麼 真正的武器 進的那種兵器的感覺 其實是應該要夠簡單的 然後夠強壯 強度要很高 然後感覺起來很堅固 然後又可以做 就是還可以很泛用 可以拿各種東西這樣 所以我其實 很喜歡 也可以圖也很喜歡 牛鋼 但是可能在玩具裡面 他們是相對的 可能是比較單薄的 就是他們 但是我其實 我越長大 我就越喜歡他們這種 因為他們是 簡單大方 然後又很耐看 然後像我這一台 羅巴特魂 那天買羅巴特魂 其實也是去那個 回台中以後 然後 看到那個 我媽媽開 我媽媽朋友開了一間店 然後 因為我回台中 我是一直很很找不到 你在台北比較容易找到店去 買這些東西 去地下街就一堆了嗎 對不對 台中其實比較沒有這種 模型啊 或者是那種 遊戲啊 的那種一個群聚的場所 可以讓你走 你要到市區啦 台中你就到西洋城啊 還是 對啊 我去過那邊啊 但是就是 沒有就是逛到那邊 我覺得 喔 我要講一件事情 我去西洋城的時候 西洋城真的在台中是老店 你知道嗎 老道那種那個什麼 幾乎 我進去 你知道 偶爾都會進去一下 但是裡面的老闆 基本上 感覺起來就是已經 不是很在乎要不要賣東西的感覺 你就可以走進去嗎 然後那就是一個倉庫的那種感覺 然後 台中的西洋城很有趣喔 台中的西洋城的一樓 都是放一些那種美少女的那種公仔 喔 GK喔 是GK 就是那種 比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些都還要找很多的那種 塗裝的那種東西 然後進去一看 我真的覺得超好笑的 就是真的擺太久 應該超過20年以上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美少女 你知道臉都是很歪的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以前的塗裝 像現在那麼精細 也就歪歪的 然後那個女生是裸體 可是呢 因為太 擺在那邊太久 他的胸部上面都是灰塵 你知道嗎 我想說你為什麼不擦一下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上面標那個價還很貴 你知道嗎 三四千塊 我說這個東西誰要買你知道嗎 20年前的東西臉這麼歪 你知道嗎 誰要買這東西 但是他好像也不在乎 然後他就擺在那邊 然後他價格也沒有要降 這樣子 但是裡面 你去裡面找鋼彈模型 事實上比較 沒那個啦 就是 你真的就是挖那種成年舊吧 如果你對於初代的第一盒 鋼彈還有 還有情感的話 你可以去那邊找 但是呢 價格還是賣當值原價 他不會比較偏 那 可是像我現在想要組吉姆2.0 我組吉姆2.0的原因 絕對不是 懷念那個魔 而是我喜歡吉姆這個本型 然後他最近做的那個什麼 他的可動性比較好 然後 因為 因為買了那個吉姆設定集 以後 新之向往 然後 而且這也是為什麼我喜歡吉姆系的原因 吉姆系的 MG都不貴 而且還蠻容易找到 因為大部分人都不那麼 不那麼喜歡這種小兵 所以你要去買 其實不成 就是 不難買 不會在那邊 一群人在那邊搶牛缸啊 然後什麼 然後事實上 你買牛缸回去 又太複雜 你又不太會 然後像嗨女我弄一次 我就放棄 因為 裡面的那個精神股價 什麼殺小的 喔 那個什麼 我的那個 買了一盒那個什麼 獨角獸回去啊 煮到一半 我就 我就不想要 然後拆掉他 因為 通常你想要組裝他可能要分件 然後 可是你因為他們那個什麼 模型的那個 塑膠的那個顏色太 讓你覺得太不像真實 所以你會想要上色 至少可能想要把他弄個消光機什麼的 可是呢 對 可是你在弄的時候 你 你不太熟悉他的那個 分件 所以你都會想要先做一次宿主 就是 先把他組起來 然後再把他拆掉 然後再上次 這樣 可是呢 獨角獸鋼蛋我宿主完以後 我就放棄 把他拆掉 他太緊了 他裡面的那些那種 那個什麼 精神感應框架什麼東西 都你套進去以後 你真的拔不起來 你知道嗎 我記得 尼鋼鋼只有出最少是MG啊 不是嗎 對 尼鋼鋼只出到HG啊 對 他後來還有出到RG 對 就是 最最簡單是MG啦 沒有沒有最簡單是HG啊 HGUC 你剛 你剛 那你說牛鋼哪一版哪一版 MG啊 MG啊 MG他有出過兩款啊 最早的那款MG還是鐵 還那個什麼 他的腳還是鐵字的 你知道嗎 對啊 我兩款都買了 對啊 等一下 有鐵字的 喔 他鐵字的腳 因為他的那個背上的那個什麼 呃 背上的那個什麼 精神感應炮 會讓他失去平衡 所以他早年就是弄了一個他的那個罐關節是鐵字的 對 是金屬製品 這樣 可能很早了吧 我那時候買沒有啊 老闆應該很愛我 對 我現在好像買了吉姆總共買了 買吉姆器 吉姆嘛 那最近買的 然後之前買 結鋼 對 如果你們之前看我在實況裡面常常在那邊玩結鋼 然後還有 呃 呃 吉姆改 吉姆改是我的第一次MG啊 對 就是我現在我現在手上拿這個東西是羅巴特魂嗎 對 你看那個什麼 那我的第一台MG是吉姆改 就是就是這個顏色 對 還蠻好看的 然後 後來我還買什麼強化型吉姆 但是 不是強化 特裝型吉姆 特裝型吉姆 對 沒有 吉姆的特色就是他真的很簡單 所以 呃 他因為他是小兵所以他背後也不會有什麼散業啊 或者什麼 但是很多人喜歡那種配件 可是我個人是 組完了這個組 組完了那一台 本體之後我就很懶得去弄那些槍啊 然後什麼東西 對啊 對我專買雜魚沒錯我很我很喜歡吉姆 那為什麼我喜歡雜魚呢 因為我覺得這些人其實才是過得最辛苦的人 看著捷剛隊長 看像那個什麼 戰士UC 你知道嗎 一開始的捷剛隊長就讓我 很喜歡 因為 因為 我記得那個什麼監督有講 他說他想要呈現的就是 就算他只是個小兵他也是很努力的在生存 所以他給他比較多的那個什麼 戲然後讓他跟 那個什麼 新人類 還可以纏鬥一番雖然最後還是死 對啊 那是我為什麼喜歡UC 因為他 因為他 有開始去描繪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然後之前日常小兵他們 也有發揮的機會 對我很喜歡巴尼格大會 吉姆改就是巴尼格大會的那個 一開始在0083 然後我在玩機器人大戰的時候 只要有巴尼格大位我都會都會 想辦法改他的機器人 你知道 Alright 好吧最後突然間吐了一些那種 那個什麼 宅務分享 就是做那個什麼 我為什麼喜歡做 我以前 我以前超愛 我在上班的時候 就是我那時候在工程師的時候 我有一陣 我那時候剛好 因為其實鋼彈我一直沒有看 但是鋼彈的歌我都很喜歡聽 後來我就是在基本腳之下 我終於有機會 可以看C的 然後看完C的時候 後來那個時候的女朋友 就買了一支 那個強襲鋼彈的EP100給我 然後那時候煮起來很開心 我覺得好棒 我就開始陷入了 買鋼彈模型的那個 鋼彈模型的習慣上面 然後就 那個時候我還沒在賣光劍 那時候跟我訂光劍是 你付材料費 然後買一支鋼彈模型送我 然後我就幫你煮 這什麼 你用鋼彈模型換光劍 因為後來太多人訂了 我才開始訂價 不然我之前是沒有在接收放假 就是收閒網店那樣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 我的模型就是 也是寄了一整面牆 後來沒有什麼時間 你後來賣掉了是不是 沒有就留在樓上堆著啊 我大概煮了一半啦 煮了一半 因為我後來就是 煮到後面我煮了一支 那個 強襲鋼彈PEG之後 PG組完之後就有點不太 很累了 因為累了 PG很麻煩 我買過幾個PG 我後來都沒煮的 但是 真的很希望能夠把它組起來 因為它做起來真的很大一支 你會覺得很有神奇 而且它關節啊 部分啊 哇十分漂亮 現在看端就超帥啊 應該是說 好啦 那個什麼 我應該要來聊一下 我為什麼做模型 你知道嗎 其實我還蠻討厭煮東西的 嗯 我很討厭煮東西 但是 但是我 把模型煮起來以後 我突然間了解 為什麼男生喜歡做模型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不是藝術家 我們都是普通人 我們其實不是真正的那種 雕塑家或者是 畫家神 對 但是呢 做模型啊 當你做好的那一瞬間 你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 在你手中完成了一件藝術品的感覺 對 然後 雖然 這個東西是一一種 模組畫過的東西 但是 因為是 經過你的手去完成 所以你會對他 投注非常強烈的情感 對 那 你會覺得說 哇 我手在我手中完成了這麼一隻東西耶 而且他長得好像 真的跟那個什麼 動畫裡面那個極限好像 對 應該還有人比我更更那個啊 更 更技術派就是那些軍武宅做做坦克啊 或做車子的 你知道嗎 但是因為我的情感是在機器人上面 所以我其實 當我把機器人做出來的時候 我內心 油然的真的感動 但是說老實話 因為 我每次買那個什麼 買模型啊 模型其實都是用盒子來騙我們 我們每次都 有一個笑談 就是我們是花錢買盒子 買盒會 真的太漂亮 你每次看到他們 會畫非常精美的東西 然後 對 你買回來 你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你好像 那個 買這個東西回去 你會擁有一個跟和會一樣的東西在裡頭 但是事實上你辦不到 就算你組起來 他還是辦不到 因為他的塑膠感太重 你必須要 經過一些那種 舊化啊 或者是他塗裝啊 或者是用噴漆這樣子 他可能才會到達這種程度 那當你噴出來的時候 你的成就感又更強 更強烈 那 那為什麼 可是為什麼都組不了 為什麼會3G呢 因為 組裝的這個過程實在太耗費時間了 這是一種兇生養性的事情 跟釣魚差不多 就是一個 你必須要有一個整個下午 他可能 我曾經 呃 回到家裡面在過年期間 然後把一隻薩克爾煮完 我靠嗎 煮完的時候已經是大連出三連成 你知道 就一直在那邊弄這樣 然後 我幾乎都坐在那邊不動這樣子 然後 然後 他是一種那種 極度自我修行的一種過程 你知道 所以可能很多 很多有那個少女朋友 呃 很多男生然後 女朋友好像很氣說 為什麼那個男的都 在那邊入定不動這樣子 一直在弄模型 事實上就是他修身養性的時間 哈哈哈哈 那 可是我後來發展出一種興趣 就是我買的 然後我發現我不能組 然後我旁邊有人就是只喜歡組的 然後就把模型丟給他 你怎麼做組完給我 然後他過了一年以後 就會丟回來給我 然後就是已經一個長出來的 你知道嗎 就是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一開始我還有花錢去叫人家做這件事情 然後可是後來我就不這麼做 因為那個時候組 我記得我 花錢做兩件事 一個是那個什麼 航海家號 那個 新建新建系列的 航海家號 我還有舊話喔 很漂亮喔 對 但是那個 然後第二次是做 我也是覺得太麻煩了 但是我朋友 那個時候 就是花錢去做完回來以後 他把腳黏 黏死 然後那個東西就不能夠 他主要一半就是 就是有失誤 就是那個 他也也上好色 但是 那個時候就是腳 他的那個時候 右腳就沒有辦法折 沒辦法彎折 所以他就變成只能夠擺在那個地方 就只能夠用那個架子把架起來 然後呢 這兩個模型後來的下場如何 HIGH NEW 被阿姆羅給擊墜 因為他那個時候 他實在他的東西太多 所以他斬斬起來 他是沒有辦法放在我的那個書櫃的格子裡面 他只能放在書櫃最上面 然後阿姆羅都會跳來跳去吧 有一天晚上我就聽到 的聲音 阿姆羅把自己的 然後 硬生生的那一千多塊 然後再加兩千塊塊的那個什麼 就是請人家幫忙塗裝的那個 一隻HIGH NEW就突然間變沙漏零件 對 我就 算了 我就 我就後來就再也不想 就是有一段時間我真的 媽的不想做模型 那最近為什麼又突然間那個什麼 興起這個感 興起這種慾望 我真的覺得有多重的那個什麼 有多重的影響 一方面是因為我現在人在窮鄉屁 對我在雲林 然後我 事實上我的工作有的時候常常在等待 等待的時間花的實在太多 對 那 我 其實我買這個東西可能不一定有辦法在工作 至於做這件事情 對 那 但是就是還是買 對 看什麼時候就弄這樣 然後 打發時間 對 那當然還有買那個什麼 吉姆設定級的那個什麼 給我的那種 觸發那種情懷 然後再加上第三點 最近跟竹竹聊到天 然後竹竹 我突然間想到竹竹以前 就是靠著做模型實況 你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影響 就是他 跟他聊天讓我突然間想要做模型 你知道嗎 果然是做模型的美少女 他自己應該不做模型 我覺得 他可能已經被模型被模型摧殘到嗎 在不想做模型 因為 因為 蠟雞那個時候那個早 弄模型有點想要弄他的 就是他被逼的做一個 他不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他 當然他其實是一個 好人啊 其實他就很認真的在學習任何人家 塞給他的東西 對 好人 嗯 我那有淹水嗎 我那邊 我這邊沒有淹水 雲林 但是我剛回來 路上那個早 基本上康陀大雲 你知道 回來的時候全身是 對啊 好吧 就是你們就 好啦 雖然 雖然竹竹不足模型 但是現在半瓶兔突然間 開始在實況中組模型 呵呵呵呵 這是不是一種 一種傳承 你知道嗎 你剛剛講這件事情啊 你知道 我的 我的PG 強行鋼彈也是 背心米狗弄倒的 嗯 對 你那邊還有 另外一件事情 我有幾面牆 上面都是有櫃子 櫃子裡面都是有各式各樣的模型 對不對 有一次 我其中一個櫃子的一個格子裡面 好幾隻站著對不對 然後我看到我家的HANA 跳進去裡面 然後 模型都站在那邊 他跳進去裡面 然後 然後 在櫃子的裡面 彎身過來 然後 露出頭 在看我 他旁邊這些模型 然後跳下來 我發現那邊模型 一隻都沒有倒 有 那是他對 那是他那個心情好 那是他心情好 就是他厲害 他很厲害 跳進去 又走出來 他居然沒有碰到任何 那個是 怕心情好的時候 他如果暴衝 的時候 他就不跟這個 暴衝的時候 等一下 就這樣 有一次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是那個貓咪的中途 然後有那時候 有隻貓在我家見養 可是不小心就懷孕了 然後那時候生小貓 然後 既然在你家不小心就懷孕 你家已經哭了 然後 那時候 貓咪大亂交 那個朋友他說 那隻貓是小母 那隻隻貓是很小的母貓 他還沒有性成熟 所以不用擔心 他會懷孕 因為那時候我剛好 我家有兩隻小公貓 對啊 然後想他不會懷孕 那就沒關係 結果 後來 為什麼 那個 那個 阿咪的肚子怎麼越來越大 我就再去檢查 我以為生病 結果 懷孕了 他就說 攻擊馬可多當爺爺了 我說 幹 怎麼會 這兩隻小傢伙 可是他不是小母 他不是還沒有性成熟嗎 結果 醫生說 他看起來真的很像 那種超級幼的母貓 可是 結果他是因為體型很小的成熟 你既然給人家上了 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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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好一點 給他吃好補好 然後 接生有的沒的 然後 就是在接生那一天 那時候我剛好在外面 然後我就回家說 看到什麼 你知道嗎 我家的牆壁的魔器 全部都倒了 放在上面的盒子 全部掉下來了 然後我想幹 怎麼回事 結果就發現 阿咪躲在沙發的某個角落 所以我開始生小貓 然後那一天 我就開了那個 那時候在玩夫浪 開夫浪的聊天直播 在直播說生小貓的過程 然後還曾經有一隻小貓 就是 他被卡在沙發的縫中間 然後我救出來之後 他沒有氣息 他沒有動 我就趕快想辦法讓他 讓他活過來 就是想辦法拿那個 結果 他活過來了 對啊 那天其實很有Feel 那天就是很刺激的一天 然後後來養了六隻小貓 他剩了六隻小貓 然後六隻小貓 都把他養到了 漸漸看看的三個月之後 然後就 上臉書 然後等說大家 大家看有誰想養小貓 然後就把小貓 就是都送給我認識的人 都是我認識的人 對啊 反正這也是個 模型跟貓的經驗 我找到了那個什麼 被擊墜的那個什麼 牛缸之前的樣子 那個他的那個頭上的標 那個時候已經不見了 你知道 但是這個時候 還是 事實上阿姆羅 我真的是在養阿姆以後 那個什麼 慢慢的就比較 比較沒有在做模型 在那之前我還有買控壓機 對 然後還買了一個那個什麼 噴漆啊什麼的 然後在那邊融 但是 真的養了貓 我就越來越少做件事情 因為 太 就是那個你知道噴漆 那個房間都是那個味道 其實後來 我那個時候還是跟人家分租公寓的 所以 那個那個大廳 基本上他們沒有平常都沒有人在弄 所以我就是在大廳的那個 找一個邊邊然後再做這件事情 對 可是後來因為養阿姆羅 他就會在那個 大廳裡面玩 然後噴漆 我那時候很擔心他中毒 就是我有點怕他 所以後來我就越來越少做這件事情 而且而且基本上他那個東西 他都會把他打翻 所以我後來就算了 然後後來對我還沒講航海家後後的結果 航海家後現在還活著 放在我 我把他放到我公司的那個什麼 的 的那個什麼 就是我辦公桌那個旁邊 可是呢 他已經 他的那個架子也已經被弄到那個什麼 就是他多次的從架子上掉下來 就是也都是被撞下來的 撞到那個什麼 他那個架 承接他的那個架子的那個支點已經歪掉了 然後啊我來我來分享一下阿姆羅那個什麼 剛到我家的時候 大概才兩個月大然後有一天我在做模型的時候他就硬是要做站在那個薩克克的前面 就是 我就在那邊動他可能都覺得我為什麼不理他的突然間跑到我面前來然後拍我本來要拍那個模型的他突然間站到我面前然後就 就變成在拍他 這樣照片 那個時候變成一張很 就是後來我覺得那個把阿姆多拿出來 曬貓的那個照片的時候 很可愛的幾張照片 就是他 他還覺得太亮了眼睛閉起來這樣 好 然後那個時候我正好是拿公司的那個什麼 你控 的那個什麼單眼然後是想要在那邊拍我的模型 結果那個什麼 沒想到意外的 然後就是把他那個照片的眼睛的樣子給拍下來 對 好啦 感謝差不多了啦 對晚上 我還蠻感謝大家 快要2點還有118個人在看 然後我們今天 今天 今天人好多 今天人意外的多 該不會每個人都以為 可以過來 那個什麼 看竹竹 結果沒有 我沒有講 但是我那一天在在測試的時候 因為我必須要 上線 就是我陪他上線 測試測試測那個什麼 他那個訊號到底有沒有成功 對 然後那個 就 都有短暫的上線這樣 對 好啦 那個被竹竹騙來的按加一 好啦 好啦 我希望 希望那個什麼 下週有機會來 這個我也不想要嚇他 也不想勉強他 他可以就可以 不可以 沒關係 一切隨緣 一切隨緣 對 對 好啦 那 感謝大家收看 對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對啊 好啦 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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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下週 期待去年期待期待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訂閱